Hello 今天和大家看看今年春天才开的好去处 这个地方叫做The Well 它是在Front街,Sepadana和Walenton 就是在这个路段 The Well的概念是集合了你可以在这里吃东西玩 星期六日还要有很多晚上的功能 另外它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special offer 你还可以在这里有很多不同的展览 应有尽有的 兼且它就不像一个商场那样 是在商场里面局促 反而它是一个open area 是很开扬的 而它的底层那里也有一个The Well written market 里面集合了不同的多伦多不同的小店 来到这里就开一个好像food hall 或者是一个food court的地方 事不宜迟啦 这个food court的地方 这个food court的地方 只是刚刚上星期才开的 我就刚刚有时间可以来和大家看看 这一会儿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我刚刚就是在电车站那里就下来 其实它外面也有四通八达不同的地方 可以进来的 我下来就发现这个food hall 和平时的food court很大的不同 就是它这里的店不是连锁店来的 而是可能在你多人多人 你自己多人多人 你会发现有些出名的小店 它就进住了到这里 你看看刚才那家麵包店 都是很出名的 我见过的 那另外呢 这一间就是卖中东小食的 它围着有些店铺 中间也都有这些小小隔的铺子 也都有很多不同的Bakery 这里有Fish and Chips 正正中间也都有一个Bak 你可以买酒喝 你可以坐在那里 这一间就周围都可以看到的 其实这一间就反而多些是好像连锁 但是其他那些你看 都不是特别的连锁店 就是你不会见到 麦当劳、New York Fry's 不是这些 你在这里见到 这个就是卖Samosa 一个拉面 日本拉面 日本拉面 你都不是平时在Food Call 看到的 其实它这个场景也很大 走一圈都有很多 林郎满目 而且它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有位置给你可以去买 我又看到一个Taco 这个就是 Lobster Roll 有Pipe 有不同的Latte 有Smoothies 很多不同的 有喝有吃有东西 有东西 就是日式的热狗 我在温哥华 看过 在那些都很出名的 这里就已经有了 另外呢 有很多不同的 你走过都不知道吃什么好的 而且这一间就是卖Poke 现在就很流行的Poke 这里都可以在这里的店铺里面 它都进住了一间 我一边走 我都在想 究竟我要吃什么好呢 每个都想试 那这里呢 还有我看到Uncle Tatsu 我们如果是唐人的话 应该都会知道 他已经开了三四间了 那另外呢 这一边 它是每一个方向都有的 就像这一边那样 在外面的Open Area 就可以走进来 在这边进去 它有Chapan 有些面 除了拉面 也有一些就吃不同的面 中间这里 我觉得是一些小店 就像这一间 就是一间 专製巧克力的地方 那这一间呢 就是 我上网见过的 就是 专买的 就是Mochi Donut 这个我就会 订阅了 我一间就会买 来试试给大家看的了 在下一间看到周围 真是 这个时间 今天是星期四 下午三点左右 其实都已经周围很多人了 那我就买了这几样东西 那就是Cook Zero 那我买了一个Japados 这个呢 就是一个和牛碎在表面的Japados 上面呢 就有一些Miso的Sauce 大概呢 就是13元左右 你计算了 15元左右 那这里的食物的价钱呢 当然 比外面的food court 调点点 但也不是说特别太贵 那我另外呢 叫了一个UG Salmon 的Pocket 它可以呢 你可以自己加些东西的 我叫了一个Standard版 它上面还有些 葱酥啊 另外呢 就有牛油果啊 底呢 你可以叫菜 或者拉面 或者是米饭 我就要了Balm Rice 的 那感觉上 好像Balm Rice 健康一点 看上去的样子都很好 那我另外呢 我叫了一个Lobster Roll 这个呢 就是他们的Standard Original East Coast 那个 那另外呢 就加了一个半呢 就是 要了呢 这个 海鲜的Chowda 嗯 这里呢 大概 只是这里 海鲜Chowda 加个Lobster Roll 大概 23元左右 另外呢 就是 那个Pocket 就加上 19元 所以呢 就这样来呢 我们这样吃一吃 那当然 我是因为拍片 所以叫多一点 那 就 这样 这里呢 我们都差不多 五十多六十元 那当然 如果是当 平时 如果你上班的 那一定是贵的 但是 是一个消闲地方 休息的地方 去来 放鬆一下 吃东西 去休息一下的话 这个价钱 我又觉得 暂时都觉得 是 上口上口 就OK 但是又不是说 特别正 但是你要来试一下 体验一下 玩一下 这个新的 多人多的新的地标 我都觉得 都值得的 那 因为很多其他不同 就是下次可以再试一下 那 你看一下 它们的样子 样样都OK 你看一下 大概一只手位 这样 一个 那当然啦 如果你是街边出去 吃过吃热狗 六 整尺长 都是六元 那当然 它是两倍的价钱 那当然是不同啦 那当然是不同啦 不过呢 我都已经 只是落下来 跟老公走走走走 都好 好 那这个 老板 就是 它是 用那种面包 用了牛油 所以 所以感觉上 挺肥 里面呢 冷的 里面 我就觉得 刚刚的 因为我去过 Lawford Scotsia 我觉得那边的 那些好吃 那 反而这个 我都觉得挺好 因为平时的 很咸的 它这个是OK的 这个 我都觉得 你想试一下 新特别的东西 你可以试 但是 热狗腸 加一些不同的 材料 在上面 而那条腸 我觉得 不是特别 很好很好 很好味 这个 其实 都是一些刺身饭 然后跟着 去加不同的配料 我觉得 都是我期待之中的味道 然后我叫了 两个 两个 一个 就是 Sillamon Suga 你看看 它都很软 我最初以为 它都会硬 其实不是 它很软 很软 吃下去 咬下去 有一点点 然后 这个 就是 Strawberry Brownies 上面 那块 挺好吃的 其实 说回这里 其实你看到 走出来 它就是 在底层 看上去 它的设计都很漂亮 全部 它的顶部 有个很大的 玻璃墨 墙 让你可以透过阳光 在建築中间 你可以享受一下 不怕下雨 但是 也可以享受一下 开放的气氛 因为旁边 这些 建築中间 全部不是封实 全部都是开放的 然后 它有不同的 店铺 每一层上面 都有不同的 店铺 中间有一层 有很多不同的 家事铺 上面 也有些贵的 东西 例如 Lucoset 那些 你都可以去看看 那两边这样走 通出去 也是一些 休息的地方 也是 楼上 除了是店铺之外 也有酒店 也有住宅 这些开放的地方 这些开放的地方 是由早上到半夜 这段时间开放的 其余时间 它是关闭的 因为 可能 有些住客 在这里住 楼上 或者是旁边 我们现在 上一上去 我觉得 很舒服 跟传统小小的 魔 有些不同 你会觉得 感觉上 通风 好 用一些光 都很自然光 但是 有很多柱 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开阳 让你走 所以 就算你说 我不是一定要进店铺走 你住在这里附近 譬如 走 如果遲些冬天 你不想下雪 走 在这里 转圈走 那些老人家 我觉得也挺好 因为我的朋友 父母 他们 冬天的时候 神魂 就会拿去摩 那里 沿着摩 走 那现在 这里 又有少少 open area 但是又有 cover 又可以在那里走 又不怕打风下雨 但是又感受到一个阳光 那样 是的 今天的天气挺好的 20度 加上有少少风 那来到这里 慢慢走 享受一下 我都觉得 不错的 那这个新的规划 就是政府 政府和这里 这个发展商的规划 在很多年前 这里是一个洞 这里有一个洞 就一直都没有 没有人 是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很多年的了 后来 慢慢起起起起 就刚刚 就在今年的春天 它就开始 open 开了出来 然后就可以 open 给大家 可以用了 而这两边路 好像这里 走出去 旁边那里 也有很多 大牌子的餐厅 你可以在那里 酒吧 那你除了可以在里面 这里 下面 刚才的市场里 吃东西之外 随时在这里 附近 你也可以去 旁边那里的餐厅 那里 吃饭 喝酒 和朋友 集团 都可以的 我看到 另外 也会有些 集团 亦都有些 活动 可以在这里 搞活动 所以我觉得 它越来越多 很多不同的东西 令到这里 更加 发展 它是想 将这里 造成一个 新的 多伦多 地标 给大家 来这里 休息 来这里 花钱 我走了很久 很累了 今天和大家介绍 是这么多 希望你们都喜欢 下次再见 拜拜